大家好,我是小鹅 今天分享一下茄子的新吃法 首先准备葱,蒜,和辣椒 蒜拍扁,剁成末 辣椒切成辣椒圈 小葱切成葱花 放入碗中 加两勺生抽 一勺蚝油 半勺盐 小末香油,搅拌均匀备用 茄子洗净,对半切开 中间不要切断 再划铃银花刀,方便入味 电饼称开上下开关,选鲜明模式 刷上一层食用油 茄子切面朝下,放入电饼称内 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上盖子,烙四分钟 四分钟之后,茄子已经烙得变软了 我们给它翻一下面 放入提前调好的酱汁,涂抹均匀 盖上盖子,再烙四分钟 已经闻到了浓浓的蒜香味 电饼称蒜香烤茄子,就做好了 非常好吃,闻着也特别香 做法也非常简单 大家可以做成自己喜欢吃的口味 撒上自然粉,味道会更好 我是小鹅,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节目再见,谢谢观看